這幾天都會不知道在哪裡看了一個文章 它都有說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公民 你不應該將你自己的期望是寄望於一個人身上 其實這也是新嘗試 我仍然還沒上班 仍然還沒上班 所以都挺有趣的 因為從未試過你轉一份新工 有些傳媒會問你 你好像要公開講你的選擇 都挺有趣的 甚至上到電台 李維寧會問你做了什麼工作 都是一個挺有趣的經歷 都是希望新工作會有一些新的嘗試 可以掌分力 是什麼時候正式上班 其實 就是下年的一月 下年的一月 一四年一月 一月頭 一月頭就已經是 其實會不會覺得有製造的壓力 我這些無名小卒訪問你一件事 李維寧已經訪問你放了上台 大家都知道你會不會製造了壓力給你 新工上面的壓力 尤其是政治人物有關的 其實也不會的 可能新僱主會對我另有看法 我反而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壓力